据美国新条旗报网站5月22日报道 美国空军部长弗兰克·肯德尔22日表示 对乌克兰而言 获得F16战斗机不会改变俄乌冲突的游戏规则 报道称 一旦乌克兰飞行员完成训练并开始驾驶F16战机 乌克兰将提升在战场上对抗俄军的能力 但肯德尔表示 这种飞机不会给战局带来重大改变 肯德尔在与记者会面时表示 F16战机将帮助乌克兰人 但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局势 这是有道理的 这会对他们有所帮助 但不会改变游戏规则 报道称 美国总统拜登19日在日本举行的七国集团会议上 告知与会领导人 美国将支持一项国际联合行动 培训乌克兰飞行员使用包括F16在内的现代化战机 除了这一计划 拜登还宣布 美国将向乌克兰提供3.75亿美元的援助 其中包括弹药和装甲车 报道还称 F16战机将是对乌克兰主要使用的苏联时代飞机的升级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日在推特上对这一消息表示欢迎 他说 这将极大增强我们空军的作战能力 一段时间以来 泽连斯基一直恳求西方盟友提供战机 但美国一再拒绝这些请求 肯德尔22日还表示 战机并不是冲突中的决定性因素 因为双方都无法控制空域 目前有关方面正在讨论 何时何地对乌克兰军队进行训练 以及乌克兰何时可以接收西方战机